Atlantic 型屋 作詞文章 作曲 組束 這個地方是我外婆家 在我進來以前 這裡其實就是一個廢墟 然後我當時就是 自己在這邊整理 也是整理蠻久的 所有油漆 水泥 瓷磚 都是我自己做的 就是沒有請師傅 木頭也是自己磨的 在這個過程當中 我覺得每一個細節 也是一個學習 其實也是 保留它原本的樣子 是我希望這裡像蝦一樣是舒服的 畢業之前我們有一個畢業的專題 要做一個開店的計畫 當時因為這個開店的計畫 那我接觸到一個領域叫做慢食 那我也從這個過程當中 就吸收了很多相關的資訊 透過這個我更去了解自己跟土地的關係 食物料理不只是溫飽而已啦 主要我覺得更深一層 還有很多的文化和你的 原生家庭的味覺記憶啊 等等的這一切 其實是融在生活當中的 小農其實他們 我們有一定的默契 然後他們也是我信任的 那我甚至會去走訪他們的農場 看他們的栽種的狀況 因為我之前有在遊行農場擺過嘛 所以有一些東西 其實我是能夠了解的 那甚至像我自己也有在種一些菜 我要對消費者負責嘛 所以我要對我的生產的這個產地 能夠有一定的掌握度 能夠和他們有這樣的信任的關係 沒有請員工 沒有請員工其實 一個部分是出席剛開店的時候 我也請不起員工嘛 那另外一個呢 就是目前現在在這邊 我覺得自己還是算能夠 應付得了目前的客人 雖然有時候是很忙的狀態 但很忙的狀態 我也是讓自己練習 在一個平常心的狀態之下 去面對每天的生意的祈福 我之前在某一個雜誌 我看到魔獸世界的創辦人 他就說創業就像高空彈跳一樣 你要先跳下去 不然你站久你就不敢跳下去 但我覺得確實就像這樣吧 在宜蘭這邊開店主要也是 希望我可以在這裡有一個 承擔力吧 為自己的生命 Mike 完美點子一直與您在一起